Boxer Engine全14轮驱动SGP平台 没错今天我们要讲的新车 就是2023小改款 Subaru Forester 你没有看错2023年小改款的Subaru Forester 正式来到马来西亚了 这次从泰国进口的Forester呢 总共有四个车型 分别是入门版的ILI Sight 入门再上去第二个车型 GT Lite的ILI Sight 然后还有IS以及GT version 四个车型 售价分别是从173千 到最高配的195千 四个车型 从最入门的ILI Sight 到最高配的GT Edition 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们这样看好了 我们严格来说呢 它其实只有两个车型 分别是ILI Sight 以及ISI Sight 为什么会有四个车型呢 很简单 IL入门版 GT Lite IL的body kit升级版 IS高配版 GT Edition IS的GT body kit升级版 就是这四个差别而已 所以 其实最主要大家就要知道那件事 IL的配备跟IS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首先大家最关键的一件事 就是动力规格的部分 今天IL IS还是说GT 动力规格有什么不同啊 没有 搭载的 仍旧是这颗 两公升的水平对卧四缸 自然进气气 已经输出的马力156匹 扭力峰值是196Nm 给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不管你说是XV 还是Forester 全部是同样的动力规格 那Subaru的所谓灵魂啊 当然这辆车还是完全有搭载上去的 第一个Boxer Engine 水平对卧引擎 低重心行驶更稳定 我记得它的水 引擎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吧 就是横的 所以它的重心很低 稳定性更好 第二个SGP的平台 新的模组化平台打造 车身更稳定 噪音更少 抖动更少 所以给你更好的驾驶体验 第三个全时四轮驱动 给你可以 驾驶表现更加好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你可以拿来off route 之前我们在泰国已经试过了 最后一个就是它的后悬挂嘛 不管你是XV 还是Forester 后悬挂采用的都是double wishbone 我们刚才讲到有两个车型嘛 严格来说 入门版是IL 高配版是IS 差别有什么 你会觉得说 就是都有iSight了嘛 现在iSight4.0是标配哦 你从最入门173千 就有iSight4.0了 最高配的也是有iSight4.0 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它们的配备还会有差吗 有 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外形 这个是入门版IL的GT套件升级版 所以它的基础还是IL的配置 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什么不同 来 这次升级之后 少了很多chrome 之前很多人投出太多chrome了 现在全部给你delete掉 你要嘛就黑色的塑料 要嘛就钢琴烤漆 所以整个造型 再加上头灯的造型 帅气很多 真的帅气很多 首先第一点你可以看到这里 这两片如果是iS或者高配GT的话 它是chrome的 那入门IL跟ILGT都是这个黑色塑料 第二点宝杆的左右边 这两边的fin 高配是chrome的 那入门是黑色塑料的 再来雾灯 高配有front LED forklife 那入门版就只有hellojen的forklife 再来头灯也是有高配 它的DRL是整片张开来 入门版只有上面一条DRL 里面头灯也有差 高配有steering responsive的headlamp 有这个autohybeam的功能 但是入门版没有这些功能 所以即使是iS 4.0 安全配备也有差的 安全配备差在哪里 主要的进阶是安全配备的功能都有 包括这个所谓的碰撞预警 自动煞停 ACC跟车 stop and go land vehicle start assist 车道保持 然后还有什么车道 车道偏离辅助那些 全部都有 但是入门版少了后面两粒sensor 表示入门版它没有盲点警示 没有rcta 那些你要上到iS 你要上到GT 才会搭载上去 最后一点轮圈 入门版跟GT lite 都是17寸的轮圈 高配才有18寸的轮圈 车尾的部分呢 跟小改款这些没有什么差别啦 都是同样的面孔 同样吗 基本上我觉得相同吧 可能尾灯的灯具里面铺层有点不一样 我记不太清楚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你看到下面这些body kit 这个是GT跟GT lite 两个车型才有的 就是IL有body kit的版本 IS也有body kit的版本 你就自己看你的预算就选择 上面这个尾翼也是一样 就是GT的body kit才有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电动尾门 IL的两个车型 都是没有电动尾门的 你要电动尾门 可能你至少要上到IS才有 所以说中吗 我是觉得还好 可能有些女性用户就觉得 有电动尾门肯定会更加方便 那作为一辆C segment的SUV 空间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机能 就它怎样 很多XV的车主都有讲 买了XV 你拿来当家用 你在小朋友 你堆货回Kampong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今天你把它升级成Forester 你就不一样痛苦了 然后下面我们讲过的 这个遮蔽帘 也是可以放在下面的 然后下面再打开来 有 它是有备胎的 现在备的好像真的 讨论度很高 你有备胎就是 就就就就 就真的是被酸爆了 这样每一辆欧洲车都会被酸爆了 然后椅背 讲过了 非常轻松 可以做倾倒 Single Hit 轻松做Release 你就全躺平 你可以载非常多的东西 Forester有一个特点 之前我们一直忘记掉的 就是门的开口角度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开到90度 这是90度吧 这是90度 看啊 你开口大 你上下车真的方便很多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轻松 对我觉得一个长辈来说 我真的上下车轻松很多 然后 IL 今天这辆是IL 最入门跟IL的GT Lite 都是一样的配置 就是都是皮椅 但是IS有不一样吗 有 IS的皮椅是比较高级一点 比较再滑一点 它这个真的是 其实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IL的皮椅已经不错了 但是 IS的皮椅你就会觉得 好像更 Luxury一点 旁边上面是硬的 下面也是Leader 所以其实它的整个材质运用 打造都不错 空间 来 看 膝盖很大 头 哇 头很高 所以作为C-Segment的家用车来说 它真的是会 很爽 有靠手 有自背架 中间的隆起其实不算高 因为它车身已经抬高了 所以它即使是缺 它还是很OK的 然后下面有冷气出风口 有两颗2.1A的USB插槽 是USB吗 还是USB 然后椅背 来 我们说过了 它有一个小小的皮带在这边 看 小皮带 拉一下 它不是两段哦 它可以调很多段哦 它三段到四段左右 所以它有 很多个stop 可以给你调椅背的角度 我给你拉看看一下 你看啊 你看啊 一个stop 两个stop 三个stop 四个stop 所以它有五段可以做调整 很细微的调整 所以你坐在后面 你就哇 你可以很relax 你也可以 所谓的 微办公 哈哈哈 对 所以它的配备算是很齐全 空间算是很宽敞的 前面呢 走我们去前面看 前座驾驶舱的配置啊 感觉应该 跟小改款之前差不多吧 驾驶有电动座椅 副驾 哦 也是电动座椅 这个只是入门版哦 GT Lite的 GT Lite的IL版 然后材质 有Soft Touch 这边也是Soft Touch 旁边 Soft Touch 下面 Leader 所以整体的配置都是算是 相当完整的 所以你想 173千 对 所以价格有点高 但是有I-Site 4.0 有Soft Touch 有Leader 有皮椅 前面两张电动椅 嗯 难怪 发布之前就已经有人交车了 太过分了 还没有弄秀 已经拿车了 怎么可以这样子 然后驾驶盘 一样 家族式的设定 然后因为有ACC跟车嘛 所以全部都在上面 然后后面有换档播片加减档 传统一票中间彩色资讯目 现在这个Player 也是有Android Auto 有Apple CarPlay 这些都是标准配置 但是应该还是Wire的 然后下面都差不多 有一个差别 入门版 这个是X-Mod嘛 但是 IS版有Dual X-Mod 它的市区驾驭能力更好 它的越野表现更加出色 这就是看大家想要讲的玩法 然后其他大致上差不多 很多收纳格 OK 空间OK 很多小收纳格 家用来说 算是 算是不错的 然后 大概就这样子吧 Tiering Responsive Headlamp 这里没有 因为高配才有 嗯 所以 试驾吗 试驾 不要试了啦 直接买了啦 不用想了啦 我们今天的 新车介绍就这边先告一段了 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 也不要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Bye MING PAO CANADA